我告訴你,即使你贏了選舉,你輸了整個香港 你沒有說良心的話,你將香港法治毀滅 就是你們這批人,贏了選舉,輸了香港 我們今天有這麼優良的司法系統 我們有優良的整個檢控系統 除非你告訴我,全部都否定了他 我都說,你不可以因為個別人的行為 你否定了整個執法的部門 但你覺得怎樣回復信心? 回復信心?我希望戴耀廷、楊岳橋那些 講一些良心的話 不要再跟那些年輕人講法治 現在沒有法治了,你們現在可以做什麼 即是單憑他們,你覺得就可以做到? 不是單憑他們,每一個人講的說話 他都可以影響一批人 我相信集疫成球 現在香港已經疫境夠嚴重 經濟疫境,真正的疫情 還有現在政治我們撕裂到這樣 我認為是時候 我們稍微要談一談 沒有事是絕對 你們不會拿得百分之百 我們已經要檢討 我沒有說不承認我們要檢討 我們走到今天當然要檢討 但是你有沒有檢討? 你們搞出那麼多汽油彈的人 你都不割席 你有沒有檢討? 我告訴你 即使你贏了選舉 你輸了整個香港 你沒有說良心的說話 你將香港法治毀滅 就是你們這批人 贏了選舉 輸了香港 我們一定要對得住香港 香港還有未來的 你要告訴年輕人 年輕人還有一些是清醒的 不是每個人害到他們 你們就把人出口 你們贏了選舉 他們又去坐牢 因為香港是法治社會 他們仍然要受法律的制裁 好 有沒有最後補充? 答不出來 我告訴你 我不介意 輸了選舉 我都要對香港 對得住香港